丁届马来西亚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上周刚结束 中国巴依表演队陆架尖石战斗机 在开幕当日上演25分钟的空中特技 其中四位女飞行员 黎旭、陶嘉丽、圣毅飞、何小丽 海外首次表演 在四场飞行表演中相继亮相 在25分钟时间里 她们展示了单机小速度平飞 双击尾随滚帆 以及炸弹开花等20个特技飞行动作 郑威女飞官强劲地面展示的风采 成为航展上亮点 当地平面媒体形容 是本届航展上最令人激动的事 哇 有了尖石的战斗机表演 还有女飞官做最大的一个噱头 照理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航空展 所有的版面应该都是中国代表了 但为什么表演完之后呢 反而被国外的专业军事媒体 骂到臭头呢 赖教授 刚好两个意见 完全不同的意见 完全不同的意见 我怎么说 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这次派的是 四位正妹飞行员 战斗机的飞行员 这真的是太恶劣 这是大绝招 平常都是看男的飞官 他派出四个女飞官 是的 而且那的确是很吸睛 所以他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总理也到了 国防部部长也到了 通通都到啊 还有空军助餐司令也到了 就是为了要看这四位女飞官表演 对 而且跟他们合影 合影完了以后还演讲 演讲的时候还致辞 高度的赞美 所以他们的军报马来西亚的报纸 都把这个列为亮点 那这样为什么后来还会有两边的这种不同的反应 所以这个马来西亚的官方的报纸里面 就是说第一名 最好 都觉得说这增加了很多的光彩 但是专业的军事评论员 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怎么说 专业的军事的评论员 他认为说这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展 航空展的话 不然就应该展现出这个战斗机的这种超高的性能 当然就好像车展一定是要看车才对啊 怎么变成被妹党叫焦点 所以他就认为说他没有看到他要看到的 特别是那个加拿大的汉河杂志的平可夫 平可夫其实是华人啊 他应该是从中国大陆到加拿大去了 他跟大陆的关系非常的恶劣 原来是又有这种 很不合 有这样子的关系啊 这个确定讲是很不合 但是呢 这个平可夫 可是他是专业的 他是专业的军事评论人 他就按照他的专业的标准 他认为你今天既然是特计飞行 特计飞行就应该要有几个要点 例如说你应该在最后的时候 后燃机应该把它点燃的时候 要去冲爆 然后造成这种大家的一种震撼性 才有效果嘛 才有这种效果 不然就看飞机起降 那就到机场看就好了 那他的评论里面 他就认为说罚站可乘 就是只做一个正规的飞行 编队飞行 然后距离也太远 因为他说真正标准的距离 应该在1米5左右 然后他是3到4米的这个距离 太安全了 没有那种紧张那种 因为如果说高速 然后飞得很近 然后再做很多的动作 既然是航空展 的确就是应该要走向特计表演 因为你顺便要宣传 你的战机的性能不是吗 因为平可夫很清楚知道 这个坚实的 因为他用的两个发动机 他知道他的发动机 是来自俄国的 他的发动机的推力很大 所以他本来是想感受 那个军纪旅的时候的那种 大推力的发动机 然后造成这种大的震撼 结果完全没有 符合他的期望 所以他写的评论文章里面 从第一个字 就批到最后一个字 所以我才说 是马来西亚的官方高度肯定 但是汉河杂志的评论并不理想 那这样子的这一次的表演里面 到底有哪一家的这个飞行表演 是被他肯定的吗 才可以把这个中国的女飞官给比下去啊 但是因为他在这次的航空展里面 他卖给缅甸 缅甸已经下订单 还是有生意最重要啦 所以 苹果夫评论很差 可是飞机却卖出去了 有谁搞半天还是为了做生意就是 但我们讲说 你的这个女飞官的表演呢 比较落期一点被人家 比较过用